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寂静的青山湖凸显奇怪的受害者 双手反绑着的 脸上还没有说要带 自己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一定是一个凶杀 这肯定不是第一现场 耳环 项铁 别致的黄金手串 这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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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上都没有 没有 这边就没有啊 龙过鼻 烤过牙 他究竟是谁 是什么 是什么 1988年出生 当好属龙 凌晨的小区里 他的身影最后一次出现 吃完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到小区 各自回去休息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怨 当时我们也感到很奇怪 这又不符合这种 劫财杀人的这种特征 我当时不知道我踏实了 我没想到快踏实了 龙行手串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这两个警察是江西省人的 南昌市青山虎分局的刑警 这已经是他们今天走访的 第五家金银首饰店了 我们已经开五年 这个我们是没见过这个产品 两个警察向店家打听的 是一个黄金打造的手串挂件 样式看上去很特别 一个龙行的手串 那个是一条横的龙 警察之所以要打听这条龙行手串的出处 是因为这条手串 关系到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北京联合大学的邵燕名副教授 邵老师您好 我们看到警方之所以对这个龙行的黄金手串 寻个问缘 是因为这个精巧的手串 是属于一位年轻女性的 而不久前 这位年轻女性成了一起刑事案件中的受害人 这个手串成为确定她身份的重要线索 2016年3月9日 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的警察 正在勘察现场 有人在青山湖里发现了一个死者 是一个女性 女性死体 身高大概在1米6左右 穿着袜子没有穿鞋子 穿着一条那个棉裤 那么没有穿秋裤 报案的是公园的一位工作人员 他就住在湖边的一所房子里 我看着像是人吧 又不知道是娃娃吗 是真人 应该是人 并看不了很清楚 警方将死者打捞上来后 发现他的状态不同寻常 因为这个尸体是双手反绑着的 脸上还蒙了个摄料袋 颈部还砸了一根皮带 那么我们初步一看 这个肯定自己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一定是一个凶杀 这肯定不是第一现场 警方首先判断 死者应该是遇害后被抛尸到青山湖里的 随即青山湖公安分局的法医 对这名死者进行了仔细检查 没有任何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没有受到暴力性的打击或者什么东西 法医很快就断定了他的死因 这个死者应该在露水前就已经死亡 只是从我们一些实验室的工作判断 他应该是窒息死亡 从死者的状态看 他在水中浸泡的时间比较长了 因为水温和气温的因素 要准确推断出他的死亡时间有些困难 法医的初步判断 应该是窒息死亡 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三个月左右 而且在尸检过程中 警方发现 这个死者有一些明显的身体特征 一个是这个他鼻子上做过龙鼻手术 有一个L型的甲体埋伏在这个鼻梁里面 再一个就是他的牙齿 左上五六个做过这个烤瓷的修补术 另外死者的身上还佩戴了一些金银首饰 在左手又戴了一个墨绿色的那个绳子 上面穿了有一条一个黄金的 这个龙形的一个吊屎 两边的耳朵打了耳钉 其中左边两个右边一个都是黄金的 脖子上戴了一根银色的那种银色的这个项链 尽管不知道死者的身份 不过警方觉得通过他的身体特征 和身上的遗留物要弄清他的身份应该不难 这个犯的协议人为什么把这个尸里抛到青山湖呢 那么我们分析推断 那么这个第一县长离这个青山湖肯定不会很远 它肯定是就近抛市 它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青山湖位于南昌市的东部 这里风景秀丽 是周边市民茶余饭后散布休闲的一个好去处 而发现死者的位置 位于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 这里是相对封闭的 平时几乎没有人会经过那里 因此警方推断 凶手选择这里抛市 很可能因为他对附近的环境比较熟悉 或者他和受害人都居住在附近 那么我们以青山湖为中心 那么方圆三公里 我们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排查 我们拿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形式 几次 住家小区 包括陈中村 特别是陈中村 这个外来里面比较多的地方 在协查信息贴出去的同时 警方也开始对南昌市最近三个院里的失踪人口库展开调查 看是否有符合死亡特征的人员 我们在要里接到的关于失踪的这种报警的案件 把它梳理起来 总共大概有两年七百多条 两年七百多条 我们又把它梳理出符合我们年龄段的 大概有两百多条 我们逐一的进行飞放 那么我们都一一进行了排除 这大半年来都没有找到与这个死者身份相符的情况 在二百多个失踪人口中 没有一个跟死者特征相吻合 这一点有些出乎警方的预料 两天过去了 青山湖区也没有任何有关死者身份的信息反馈回来 如果不确定死员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 那么如何确定死员 就只能从他的这些随身物品 以及他的这些身体特征 来进行一个走访 死者到底是谁 警方决定 先从他身上的金银首饰开始调查 带着这些首饰的照片 警察走进了南昌市各家经营金银首饰的商店 这个大家做很简单 大家都有这个ID 发的这个贝金银 这个是很普通的货 就是这个没见过 这个是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没有看到这个 没有看到这个 市场上都没有 没有 我们这边就没有 你在市场上没见过 这个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没有 因为你看 它这是一个款 这是龙 然后广的 这个位置 这个话 像个吊坠 是一个吊坠 但这个龙呢 是属于硬性的 是肯定没有错 死者身上佩戴的耳环 以及镶链 白金镶链 这个是将 几乎 每一个店都有这样的款式 唯一没有见过的 就是那个 死者手上佩戴的龙形的首饰 这条造型独特的龙形手串 没有专业人士能够认出出处 但是他们说 这个首饰应该不是大品牌的 一定不是一些致命品牌的 可能是一些小店 或者是一些私人做坊 私人做坊 或者是一些就是 普通的小型的那种的 金银首饰店 那么我们就走访了江西省的 金银批发市场 大量走访的结果让人很失望 南昌市几乎所有售卖金银首饰的店家 都说没有见过这条龙形手串 最后警方找到一家江西省 专门做黄金首饰模具的老店 这是所有的母亲都有 是吗 你看 所有的母亲 没看过这个 我没看过 这个我都不懂 这个我都不懂 它这里应该是最全的了 这里都没有的话 没有 要不一个 它不是手工打的 要不这个就是外地 对 有可能是工艺品或者就是外手 对 追踪龙鼻甲体 找到所有做过手术的人 使用这个甲体做龙鼻手术的 一共是11家医院 那么我们是回访了1600多人 一个失踪的女孩 与受害人特征非常符合 龙行手串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查不到手势的出处 就不能追查到买手势的人 看来这条线索无法继续了 而与此同时 警方也从另一条线索展开排查 那就是受害人曾经做过的 考慈牙和龙鼻手术 考慈牙非常普遍 很难追查下去 不过龙鼻手术 必须到专业的美容院才能做 这条线索应该有希望 这个龙鼻手术 它做了以后 这个做手术的单位 一定会留下它的联系电话 为什么 它要跟踪水访 这个龙鼻手术做得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情况 警方首先对这个龙鼻甲体 进行了详细的了解 并且查出了江西省内 能做这个手术的所有医院 这个甲体名为 韩式生科阿段 使用这个甲体 在我们江西市场 是大概2005年开始使用 距禁大概有10年的历史 江西目前有这个资质 使用这个甲体 做龙鼻手术的 一共是11家医院 而做这种美容手术的医院 都留有客户的信息 那么我们带着这个死者的 这个龙鼻的这个甲体 我们去进行走访调查 鉴于案情重大 如果不能尽快确定 受害人的身份 案情就无法侦查下去 为此警方首先给各个整容医院 做了大量工作 请他们给予配合 提供做过龙鼻手术的 所有客户信息 随后开始了大量 耐心细致的电话回访 做过整形手术的人 他们就有点避讳这一个 所有的符合我们这个 这个死者的年龄特征的 这些曾经整形过的 就张过假皮的 我们一一进行回访 你好 这个是青昭公安分局 行政大队有个民警 现在何是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做过一只龙鼻手术啊 您做过一次龙鼻手术吧 你是不是做过一次龙鼻手术啊 什么时候做的 你在哪家医院做的 我先去南大师公安局 啊 什么时候做的 您是不是做过一次 大概什么时候啊 那么我们是回访了1600多人 但是我们最后没有发现 以我们死者 这个相吻合的信息 最有希望的这条线索 也断了 接下来 警方想继续根据死者 遗留的其他义务追查下去 可是这条线索 越来越像大海捞针 很难找到头绪 查找他的这些外衣 以及内衣啊 这些衣服 这些 第一个 购买的时候 现在大家买衣服 都不会实名认证 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那么第二个 如果通过网上找这些 品牌的这些购买 这些使用者 信息量特别大 几乎每一条衣服 都是几万条信息 根本没有办法查找下去 一周的时间过去了 死者身份的确定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这种抛尸的案件 那么查找诗源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诗源找不到 那么这个案子是 肯定是难度是比较大的 青山湖警方随后扩大了排查范围 通过当地电视台 向整个南昌市 播出了案件的协查通告 3月9号晚上的时候 南昌市青山湖水面上 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为了查明死者身份 现如今南昌警方 面向全社会 征集死者身份线索 有两枚烤石的牙齿 脖子上戴了一根银白色的项链 双耳都戴有黄金耳钉 左腕上面 戴了一个墨绿色绳子 绳子上穿了一个 黄金龙形的配饰的手链 而这一次警方很快就得到了反馈 一天后 一个电话打到了青山湖公安分局 南昌就有一个母亲打电话给我们 给我们警官 警方很快就在公安局见到了这位报案的母亲 他反映的情况让大家眼前一亮 失踪了五年 失踪了五年是吧 对 你是接下来的女儿打了一多个 一米六零左右 一米六零左右是吧 你是哪年出生的 八年 八万年出生的 这位母亲说 因为女儿吸毒屡教不改 一家人关系闹得非常僵 所以在女儿失踪后 家里没有报警 而这一次他们看到协查通告的内容 觉得死者跟自己的女儿很像 因为死者的年龄 只能确定大概三十岁左右 那么是 八八年 1988年出生 刚好属龙 二十八岁 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可能 要不然哪有一个女士 会佩戴一个龙心首饰 是不是 这位母亲在辨认死者物品的时候说 因为女儿离开太久了 她也不清楚这些随身物品 是不是女儿的 不过 她说女儿身体的一些特征 跟死者很符合 这个失踪女子的特征 跟死者如此接近 这条线索 让警方看到了希望 她第一个 她是1988年出生的女性 佩戴龙心首饰 这个完全是符合的 第二个 她做过龙鼻手术 毕竟她是在外地做的 那么第三个 她做过烤翅牙 那么当时我们都认为 这个可能性很大 当时我们都 都很兴奋 很兴奋 警方立即采集了 报案人家人的血液 与死者进行了DNA比对 可是比对结果出来后 却令人大失所望 这个就不是这个 可以完全排除掉 对一定不是他 龙行首串终被认出 DNA比对确定身份 就是广西 六周这个行为的一个女子 单身女子 因何招来杀身之祸 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些矛盾 也没有产生一些 亲切方面的一些瓜葛 这又不符合这种 劫财杀人的这种特征 龙行首串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DNA比对结果排除了 目前为止最有可能性的一个对象 受害人的身份依然无法弄清 他究竟是谁 为什么南昌市没有人认识他呢 警方分析了眼下所有的情况 根据之前追查的龙鼻甲体和那个龙行首串的结果 还有在南昌地区发出的检查通报 青山湖公安分局的警察有了一个新的推断 这个使者 有可能是外地人 有可能是外地人 不是我们这个南昌本地人 警方决定再次扩大查找范围 对周边的一些省份 也发出了这些巡视启示 希望取得全国公安的同行的支持 为我们一起来寻找这个寺院 当了20年刑警的罗建敏知道 要当好警察必须有一个好身体 他每周都会在青山湖公园里跑几次步 而这次无名女尸案件发生后 他每次跑步 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案子 那个不幸的女子到底是谁 是谁对他下了毒手 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青山湖 一个个问题困扰着罗建敏 他知道 作为一个警察必须要为死者讨回公道 抓住那个凶手 就在警方向全国发出协查信息的四天后 一个外地电话打到了青山湖公安分局 有一个广西柳州的 有一个姓园的 通过媒体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刑事歧视 然后到我们大队来报案 说他妻子的妹妹 在去年的一十二月份 应该是一十二月九号 跟家里社区的联系 也就是说失踪了 这个从广西传来的消息 跟案件到底有没有关系 会不会又是一场误会呢 警方详细询问了报案人 袁某他小姨子的特征 他的回答让警方为之一振 根据袁某的表述 其小姨子名叫维某 曾经做过龙鼻手术 在2015年开始就在南昌的一家美龙院上班 他做过考试牙 他那个佩戴了 真的有很多精英手势 但是具体的 他只记得一个龙形 一个龙形的手串 这个龙形的手串是他妻子送给这个维某的 这些特征跟死者一致 尤其是袁某提到的那个龙形手串吊坠 案情出现重大转机 警方让袁某立即赶到南昌 做进一步的辨认 通过他的辨认 他就马上就认出了这个死者 这个手上这个佩戴的这个龙形的这个吊鼠 是他妻子妹妹的 这个龙形手串终于被认出来了 这一次能否确定死者的身份呢 从广西啊 通过相关部门采集了 这名女子的父母双方的DNA 我们继续入库比对 那么这个第二笔的结果出来 青山湖三九这个无名女子 就是广西柳州这个姓伟的一个女子 维惠三十岁 广西柳州市人 维惠的姐夫袁某 向警方介绍了维惠的详细情况 这个姓伟的女子 从广西到南昌打工也有几年的时间呢 平时跟家里联系也不是很多 真正家里人发现就是 在去年的一十二月打电话 跟这个姓伟的女子联系 就联系不到了 维惠没有结婚 两年前一个人来到南昌打工 失踪前在一家美容院上班 他上班的地方就在我们青山湖区 他租住的地方也就在我们青山湖区的一个农民公寓 确定了维惠的住处 那里会不会是案件的第一现场呢 警方立即赶到那里 找来房东打开了那间房 找到了这个维某的住处 发现这个房子已经租给了新的住客了 但是我们依然派技术人员 对这个维某的住处进行个勘查 这是一个简单的依居室 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警方对整个房间进行了仔细勘查 希望能查找到一些有用的痕迹线索 我们在房间里面经过反复的查找 县长勘查 经过任何搜查 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 或者其他与这个死者有关的一些物品 什么都没有 在维惠的房间里 警方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信息 不过既然确定了他的身份 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就有了方向 那么我们立马围绕他的关系 立马可以盘查工作 因为一般杀人的案件 我们无非就是情杀 仇杀 财杀 维惠人长得面容娇好 单身 在美容院上班 平时的穿着打扮比较时尚 接触的客人也比较广 是不是因为交朋友产生感情纠葛而招来杀身之祸呢 警方首先找到维惠工作的那家美容院 通过跟店员的交谈 果然有了一个发现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维惠的那个男朋友 但是通过调查和证人证言 他似乎并没有犯罪动机和时间 在12月份这一段时间 这个这名男子 他前的男朋友 当时就根本没有在南昌 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一些证据 他当时正在外地出差 再说他们两个人是完全的一个和平分手 因为也没有 也不是说一个很大的 也没有产生任何的一些矛盾 也没有产生一些金钱方面的一些瓜葛 就这样分手 通过进一步调查 除了这个前男友 维惠就没有跟其他男人有过亲密的关系了 这样看来 情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那么是仇杀吗 一个年轻女子会和什么人 解下深仇大恨呢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警方得到了一些反馈 发现这个维某人际关系非常好 几乎他们单位的一些聚餐 集体活动都有没有参与 跟同事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好 都相处得很融洽 维惠的生活圈子很小 平时就是去美容院上班 之后回住处休息 他应该没有与什么人结怨 仇杀的可能性似乎也可以排除 那么就只剩下财杀了 是不是有人为抢劫财物杀害了他呢 可是这个可能性 警方从一开始就觉得奇怪 那么财杀方面 因为我们考虑到 我们在发现这个女的尸体的时候 她手上配戴这个黄金的这个吊坠 都没有拿走 耳上的耳钉也没有取走 包括她的脖子上的这个银的项链都没有拿走 当时我们也感到很奇怪 这又不符合这种 劫财杀人的这种特征 女老乡曾受到受害者短信 监控中出现她最后的身影 她这段时间好像心情太好 然后想自己出去走走 这个维某可能就是在13月9日凌晨4点至13月10日之间遇害的 嫌疑男子露出马脚 他与受害人曾经同住一个小区 试着跟他联系 已经联系不上了 龙行手串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维会的生活圈子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而可能导致刑事案件发生的情仇财三方面的因素 他似乎都不符合 案件一时间失去了侦查方向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引来杀身之祸呢 就在此时警方又得到了一个线索 根据美容店的人反映 维会有一个女老乡也在这家美容店里工作 但是就在维会失踪后 这个老乡也辞职不干了 难道他跟维会的死有什么关系吗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维会的这个老乡阿丽 当阿丽听说维会被人杀害后 表现得非常吃惊 情绪稳定下来后 阿丽回忆说 他最后一次见维会 是2015年的12月9日凌晨 12月9号的那天凌晨 我们和几个姐妹一起去夜宵 吃完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到小区 各自回去休息 不过第二天维会没有去上班 下班后阿丽还去她的住处找过 我给她打电话也一直没有人接 到房间去找过她 但是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行李啊 衣服啊都不在了 阿丽觉得奇怪 维会去哪里了呢 就在当天晚上 她收到了维会发来的短信 大概意思就是说 她这段时间好像心情不太好 然后想自己出去走走 回来了以后会跟我们联系 阿丽以为维会真的出去散心了 也就没有在意 几天后 因为男朋友要离开南昌 她也就一起辞职走了 警方也在随后的调查中 证实了阿丽的行踪 她没有嫌疑 不过 维会的那条短信 却让警方觉得其中大有问题 再三问了她上班的一些同事 包括她的一些朋友 也没有反映到她有这种异常 就是说表露过 不愿意在这里坐啊 要辞职啊 或者是要到哪个地方去啊 都曾经没有表露过这个 有这种想法 有这种念头 而且在询问房东时得到的回答 更让警方认定这里面有问题 一个准备离开当地的人还会续交房租吗 这有点不太合常理 而且阿丽还说 她和维会是住在一个小区的 12月9日凌晨 他们两个人一起回去时 维会表现的也很正常 那么我们就怀疑 这个女的是不是在9号凌晨 就在自己住宿的地方 或者在小区里 碰到的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意外 难道维会真的是在小区里遇到了什么意外吗 警方此时已经调取到了12月9日凌晨 小区的监控录像 经过查看 辨认出了阿丽和维会的身影 通过我们调取小区的视频 维会是12月9日凌晨4点回到小区 画面并不清晰 不过可以看出当天凌晨4点左右 维会和阿丽是一起进入小区的 阿丽说之后他们就分开 各自回住处了 而第二天维会就不见了 房东说他12月10号看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 已经全都没有了 12月10号至12月9号 我们看这一天的视频 都没有见到这个维会 曾经初步小区 维会的身影并没有再次出现 可是人却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他不是走路离开的吗 那么也有可能 这个他坐别人的车离开小区 这个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们对那些建筑小区的车 也进行一一排查 包括图片视频 包括找的这些车主 都没有说 也没有认识这个维某 也没有在图片当中 也没有反映出来 这个维某坐了谁的车出去过 如果维会不是自己主动出门 或者上了别人的车出的门 那么他很可能是被动的被人带走的 那总监主席认为 这个维某可能就是在 12月9日凌晨4点至12月10日之间 遇害的 可是到底是谁加害了维会 他又是怎么离开小区被抛尸到青山湖里的呢 警方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此前的多方调查显示 维会周围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小 几个有些嫌疑的人也被排除了 经过分析讨论 警方找到了一个新的侦查方向 既然维会是在这个小区失踪的 那么就把这个小区作为突破点 那么专主就缩小范围 对这个小区进行大范围排查 警方开始大范围的对这个小区内的居住人员展开排查 因为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 小区里居住人员复杂 警方的排查工作必须非常细致 包括有道墙啊 在这些前个列迹的 特别是在于12月9号以后失踪的人员 比如说是这个在这里长住 这案发这三个月就突然就走了 没什么原因没什么理由 就突然离开了这个地方呢 作为终点的排查对象 两天后在走访中 一个房东的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前段时间有个房子 租了十天好像人就没来 然后我就租掉了 加了一个月压了一千块钱的房子 后面就没来了 没来了 警察让这个房东仔细回忆 那个租客是哪天离开的 他签的那个租住合同是一个月 但是他租了十天 也就是12月1号到3月10号 就失踪了 不辞而别 并且连押金都没有要了 12月10日 这正是维会失踪的那天 这会是巧合吗 随后警方从房东那里 得到了这个租客的信息 他叫向辉 查找上一个实名登记啊 这个租客 姓向 湖北恩师见识人 这个姓向的男子 跟维会的失踪 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就在此时 审看监控的侦察员 又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画面 发现有一个可疑的男子 在那个拖着一个行李箱 然后走出小区 我们认为装一个人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这个拿箱子的人 他出去这个时间点 很值得怀疑 在凌晨6点钟 这个拖着皮箱离开的男子是谁 他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为什么在凌晨6点匆忙离开 并且让这个房东 对这个提箱子离开小区的人 进行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辨别 他的体貌特征 跟这个租客 非常相像 那么专主就分析 是不是有 这样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租客 将这个维某杀害 继而装进他的行李箱 带出了小区 警方将向辉列为了重点嫌疑人 对他展开了调查 据房东反映 向辉曾说起过 他在青山湖区的一个工地上打工 警方立即对辖区内的各个工地 进行了走访 终于打听到了向辉的情况 曾经在15年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南昌青山湖这边打工 他这些工地上做事 向辉曾经干活的那个工地 就在事发的青山湖公园附近 这么看来 他对周围的环境应该比较熟悉 另外在走访中 警方还得到了一个重要情况 其中有一个包拱头就说 向某在他那里 还有三千多块钱的工钱没有领 甚至到过年都没有领 这包拱头还说 向某到哪去了 说还想把那个工钱给他 一个出来打工的人 却放着三千多元工资不要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 这一反常常行为更加确定了 向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形象的拦制是非常可疑 并且我们通过试图试着跟他联系 已经联系不上了 警方认为种种迹象表明 向辉的嫌疑非常大 接下来就是找到向辉本人了 警方立即赶往向辉的老家湖北省箭矢县县 当地警方的配合 那么了解到向某在2016年2月份 是过年期间还是在家里的 但是过年之后 因为当地有些人会出去务工 就没有人看到过 他曾经离开过箭矢 但是他在箭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活动轨迹 青山湖分局的警察悄悄来到了向辉居住的村子 作为我们外来人员 如果是茂兰的进村打探的话 很有可能打草惊蛇 为了就是确定项某已经回家 我们侦察员就是 在他们家后面的那个山头进行远处观望 那个到了晚上之后 我们悄悄的摸进油彩滑地 进行对向某家进行一个监控 在监视了三天以后 警方发现了一个疑似向辉的人出门去买早点 当警方冲进屋子 将床上的向辉控制住的时候 他出人意料的非常平静 那么抓到以后 我们立马开始审讯 这个向辉马上立马就交代 这个杀害这个姓伟的 这个泥子的这个患者 犯者是死 而且向辉交代 他还有一个囤伙 警察交代还有一个囤伙 就是他的表弟 那么叫谢志伟 我们马上对这个谢某 也进行抓捕 至此青山湖无名女士案终于搞破 两名嫌疑人向辉谢志伟被抓获 那么嫌疑人为什么要加害为惠 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怨呢 我当时不知道我他死了 恰得死了 我说你为什么想着把他掐死 我没想到把他掐死 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他为何伸出罪恶之手 将受害人抛入湖中 发短信混淆事件 他最终南逃法网 龙行手串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向辉本来在青山湖区的一个工地打工 他觉得这样挣钱太慢 想自己做点小生意 可是手里又没有足够的钱 于是他想到了抢劫 搞了勤之后 然后再用勤去赚钱 是搞那个快速店 搞了快速店 最后分打完没过 在这勤不能太多 没搞 搞什么东西 他就想出去抢 你想开一个早点店 那么因为手头的钱不充足也不宽裕 他就想到 看能是不是强一点 那么为此 他就将他的在家 也父亲在家的那个表弟 谢志伟 叫到南昌来 向辉和谢志伟开始商量 物色抢劫的目标 他就选择了在南昌 他最近打工的地方 在青山湖区这附近 那就抢劫这个单身女性 步行的单身女性比较靠谱 为此他们就到多地进行踩点 于是他们开始寻找 夜里下班的单身女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们路过美容院 决定就从这里选择目标 美容院的这个 这个这个上班的这些 这些女性的穿着方面 包括衣着啊 包括穿戴啊 包括就是手势啊 方面 让别人看得起来 就就显得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 这个可能能够搞得到钱 那他们是这样认为 为了方便跟踪和实施作案 向辉还买了一辆电动车 就在那个青山湖一带啊 每天晚上就游逛 看看有没有这个单身女性 直到11月份 他们发现了雷某 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规律 两人跟踪维会一段时间后 发现维会有时候和同事一起下班 但进入小区后 维会就独自回到自己的出租房休息 他们就把维会 列为了抢劫的目标 12月初 谢志伟家里突然有急事 回了老家 向辉一个人依然不愿放弃 抢劫维会的计划 他在维会居住的小区 租了一间房 以便观察维会的活动 找机会下手 12月9日当天 身材教授的向辉 先从维会出租房的窗户爬进了房间 他想等维会回来就实施抢劫 当天凌晨4点左右 维会回来了 就去冲过去 补他的嘴 然后我就在一推他这次去 就是让他 我说不要叫 就是我当时好像是说普通话吧 然后这次去 也去抓他 这样抓他吗 抓到哪里 脖子 我就是一直把他掐住宇宙 你掐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目的就是他在叫 就是为了防止他在叫 结果 结果就把他捂死了吗 把他捂死了 就是冰冰又掐用 冰冰又用 你为什么把他掐死 我当时不知道他死了 掐的死 向辉发现维会被自己掐死了 顿时慌了 他脑子里只想赶紧处理掉维会的尸体 于是返回自己的出租房 把箱子拿了过来 用什么装的 用一个箱子 什么箱 是一个装行李的箱子 箱子哪里来的 我买的 然后尸体是怎么被运到青山湖 我打的第一次 因为在青山湖附近的工地干过活 向辉对附近比较熟悉 他找了一个偏僻的位置将箱子扔进湖里 慌乱中 维会身上佩戴的金银首饰都忘记摘掉了 他把那个死者的那个包 这个留下了 那里面有两部手机 有一千多块钱 不过 向辉回到小区的住处后 冷静下来 觉得还要做一些事 掩盖罪行 把这个女的这个被子啊 这个衣服啊 全部丢到小区的这个垃圾桶里面 造成这种 这个女的离开了这个假象 他还用维会的手机给阿力发了一个消息 以防维会的失踪 引起周围人的怀疑 做完这些 他就买了火车票仓皇逃回了老家 而在老家 他每天都度日如年 想过自首 想过自杀 种种想 还想过自己死来 如果说自己自杀的话 也不想让父母知道 那就千万这些东西 向辉在家里躲着 一直不敢出门 直到被警方抓住 他似乎一下子轻松下来 根据向辉的指认 警方在抛尸现场进行了打捞 因为时间久了 加着刮风水流等原因 最终在距离向辉当初抛尸位置几十米远的地方 将那只箱子打捞上来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少老人您看 这个案件里边 它是两个嫌疑人一起策划的抢劫 但是实施的时候 因为其中一个不在 那就是一个人去实施的 而且他还把被害人给杀害了 那在量刑的时候 这两个嫌疑人 他在量刑上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是一个关于抢劫罪的共同犯罪案件 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 那个犯罪嫌疑人项某 他这个从犯罪的起义 犯罪的预备 叫抢劫的实施 以及后续的毁失灭记 都是由他来完成的 那么在这个犯罪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认定项某 是实行犯和煮犯 应该没什么问题 其中有入户抢劫和 这个致人死亡 那么这两种符合 抢劫罪的加重处罚的八种情形之一 那么因此应当适用第二档的刑罚 也就是实验以上继续徒刑 无期徒刑和死刑 那么至于另外一个嫌疑人谢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中途离开了 然后这个没有继续犯罪 那么对于他的这个怎么样认定 犯罪停止形态 是犯罪终止还是犯罪计罪 我们可以从整个案件来看 那么谢某在整个案件中 他起到了帮助的作用 帮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行为的帮助 第二个是这个心理的帮助 按照我们刑法里面 共同犯罪里面 一人计随 全部计随这个理论 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 这个项某和谢某 属于我们讲抢劫罪的共同犯罪 那么从这个对于谢某的量刑来讲的话 谢某他仅仅是一个帮扶犯 不是实行犯 也不是教唆犯 我们刑法里面规定 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的话 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住处罚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里边这个主犯 就是这个项某 他也没想到要杀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演变成了杀人 他最后呢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您觉得他这种犯罪心理 他是怎么样演变 逐渐演变而来的 从第一开始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 他并没有想 这个只是想打晕之后 来这个进行抢劫 但是这个被害人在面对这个抢劫的暴力的时候 那么被害人往往他可能会发自本能的进行这个呼喊 或者进行这个求助 那么这种求救和呼喊 可能就进一步刺激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会采用更残酷的手段 或者加重其暴力的程度 下狠手下重手 致使被害人死亡 那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这个单身女性的这个安全问题 因为现在像这样独自居住的女孩子并不少 那我们从被害人这个防范角度来 预防这类犯罪的发生 实际上我们讲要加强 尤其针对单身女性 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 和学会一些简单的这个自我防卫的一些措施 尽量的避免在人烟稀少灰暗的角落里面行走 那么尽量去一些我们叫人比较多的 事业比较好的这些地方 然后尽量在不安全的环境之下 这个别漏腹 别带一些金银的珠宝 那么随身携带一些我们能够 自己比较熟练使用的一些自卫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报警器等等 万一真正遇到的歹徒 一定要这个量力而行 那么不要惊慌 保持镇静 那么切莫这个用言语激怒歹徒 可以给予少量的钱财 那么给予少量钱财的时候 可以这个记清楚 可以这个记清楚这个歹徒的一些下猫特征 那么一遍以后能够及时的报案 我们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这句话指的是为人之道 也体现出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法律的敬畏 防人之心不可无 说的是要保护好自己 需要利用法律 也需要智慧 一念之间 很可能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邵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